我殺豬我殺車我殺豬我殺豬 這會不會對你的人太輕鬆啦 啊不行有沒有沒有沒有 碰到了 大家快來看 如果看到今天這個場景 你以為銀婷又到哪個郊區 又要留言問我是哪個密切話 我告訴你 今天我的人就在大台北地區 而且是熱鬧繁華的百貨公司 美麗華商圈裡面 什麼時候多了一片這種荒原啊 哎呦沒看出我 這真的是重金打造 今天現場呢 完全被打造成Offroad的場景了 而且我們今天呢 要Offroad呢 也不是你習慣的越野車 也不是你習慣的 常常拿去Offroad去吞的那些車 而是一台豪華品牌 而且租到上面是舒適的 Alti Q5 你會覺得好像板差很大 其實新的Q5改款之後呢 因為它一直有個強項叫Quattro 這Quattro放在那裡 一直讓你都會誤會說 它只是一台舒適的 可以在家人到處爬爬罩的休旅車 今天他說No 我有真本事 什麼真本事呢 今天我們直接過關真假 一起來Offroad 先聽教練怎麼教我 Check it out 老朋友就不用客氣了 等一下你盡情發揮 我們沒有在怕的 但是我唯一疑慮就是 這個是40的嘛 喔 後面要載兩個 算是壯漢 其實剛剛看到那個介紹 其實40它也有非常優秀的扭力 所以我們在這邊設計的關卡 有水坑 駝峰 側坡還有高低差 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它低速扭力其實很強的 開啟越野模式呢 它就會亮起 亮起的時候 我們在越野 我會建議開啟環景 這個環景開啟 下方有7個不同的畫面 有前四角 360 後四角 後廣角 還有前輪側 後輪側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往前 因為這看不到 這看不到了啦 你們怎麼這樣啦 這時候我們煞車踩住 煞車踩住 放煞車慢慢放 你先去看到你前面的路徑 因為我們現在完全前方都看不到 我都看不到喔 你要想像這是外面的世界喔 我都看不到 所以我們只能看著前面的鏡頭 還有輪胎側鏡頭 去知道前方的狀況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放點煞車 讓車頭開始慢慢到下坡 洗澡了 洗澡了 差不多45公分喔 對 你們真的是 這隻小旅車這麼貴 你們怎麼在那邊玩 我跟大家講喔 很簡單 因為基本上我就是點放 點放 我又看不到 好 看不到之後 一樣 油門維持住 油門還要維持 當你放開煞車 其實它有大概一個三秒鐘的Auto Hold 所以你還有時間去準備踩油門 好油門 慢慢踩 慢慢加 你車會動就好 那方向盤修 不用馬上 不用馬上放 踩煞車 一直維持著油門 好一直維持 一直維持 你確定要這種感覺 沒錯 因為剛剛他在講話過程中我偷偷放掉煞車 結果我沒有往後退 完全沒有 對 3秒鐘 好我現在放了1 2 3 我踩油門 好 很好 那我們就打直 打直打直 好下來了 欸 沒那麼難嘛 沒那麼難 講得好像很簡單 繼續往前 油門繼續 因為我發現它扭力其實很大 對它扭力很大 你只要油門給車就動 即便它現在還蠻抖的 我現在我走路都不動 好下一個階梯喔 我們 我煞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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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前面幫我比路的人跑掉了 因為他嚇到了 哈哈哈 這時候我們現在屁股其實還在上面 我們還沒到皮面 對 我這麼說啦 放開煞車再馬上換油門 然後輕輕踩 對 再來再來 好 這是最高點了嗎 還沒 還沒 差一點點好 不行油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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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車 好現在是最高點了 姐抓到了吧 姐抓到了 欸我要跟它炫耀 接下來我右腳不做任何事了對不對 對 我們先煞車慢慢放 讓車頭往下探 好 探到車子是 開始斜的時候 抖破環這樣它就機動接入了 好 放開吧 好放開 完全放開不要偷踩 我在這裡我的腳 好這時候我們只要專心 去控制我們方向盤就好了 好 啊我繞過那兒是不是 對 欸我真的do nothing 這我今天想放棄的一關 不可以 你真的不可以放棄 我們再 就是因為最高你的那個 我真的沒辦法欸 我現在是油門踩住1200轉 然後慢慢的 我不要了 然後它打滑了 對 馬上它就會鎖定了 對它抓住了 對那我在油門再往踩深一點 其實它就直接上去了 對 我老慶寒這條列 是誰答應一下你到那麼高的點 我們就微微咻咻的體驗 不行嗎 放點煞車 然後讓它碰到道具 好 感受一下喔 感受一下 碰到了 我不准了 沒關係 你換油門 你一定要稍微上去一點點 好再上去一點點 對 打滑了對不對 打滑了 油門再往下踩 好現在左後輪跳起來 好 好 不要打到底 OK 我每次只要遇到那種關卡 我都是退的 我就說那一關跳過去 都是縮走 但是它剛剛它很厲害 它右後輪那個打滑的一發聲 它就嚴住了 0點幾秒 我們現在下一個關卡 喔石頭路這太簡單了 對這台車太簡單了 唉唷就直接過去了 好 各位看關門 在車上舒服嗎 很舒服 很舒服 有那種修修的按摩感 我們要往這邊 最後一個關卡 就是我們的高低差 然後也就是交叉軸 放煞車就好了 不用踩油門 放煞車 好 放煞車 其實它低速扭力 我怎麼過關的 就過關了 我怎麼過的 因為它真的是扭力很大 你連油門都不用踩 我剛剛什麼時候沒做 我就想嗚嗚嗚嗚 我過關了 就結束了 Q很厲害啦 你會覺得很沒挑戰性 我一下就過關了 他的性能太強大了 對 所以這些關卡 對於他來說 都非常的情而易舉 就可以通過 其實沒有那麼會開車 尤其是那麼中邪的人 他開到的時候 那個不一樣的關卡 他也能夠很快有信心 對 就一次兩次 那你現在設計難一點啊 好啊 我相信 這個 我們還是以不上車為主 讓一般消費者 都可以來體驗 因為其實 我們做這種戶外活動 首先還是要給一些 沒有越野過的人 來先侵入越野 對 慢慢的 然後讓他開始是重型的 嗯 對 一步一步把他帶進去 一步一步幫我們交還 對 好 謝謝教練 謝謝謝謝 Easy啦 一塊蛋糕 我跟你講 等一下你的技術就是這麼好 是 with a great car 當我開一台厲害的車的時候 我技術怎麼可能不好呢 欸 李哥 這次真的是有一點點另眼相看 因為一台休旅車 它不是只要講豪華舒適的 其實休旅車它可以辦到的是很多 尤其當它搭上Quattro的時候 這台車整個靈魂都不一樣了 你說對不對 這一次我們也講實在的啊 是為了增加這個Q5的銷售 所以奧迪台灣在車型的配置上 將40這一顆200出頭皮馬力出力的引擎 搭載上了Q5 而且是重置 40全車系都是Quattro 好 在這個現場的活動也是為了Quattro設定的 做一個都會的鋼鐵叢林 所以你剛剛去試的水坑 爬坡 或者是45度的爬牆 都要展現Quattro優異的底堂科技 你可能想說奧迪Q5本來就銷售市場 你休旅來講 是賣得很好的一個產品了 它何苦來瞻 你看你45兆賣 50兆賣 為何要來個40 然後大家聽到40 會不會就少了那麼一點點馬力 其實204匹很夠用 但是奧迪不想聽到 夠用兩個字 它要讓你知道我是厲害的 所以今天全部40就上 然後讓媒體就在現場直接Overall 這個感受也是還蠻特別的 第一個就是在產品定位上 這個切入點是聰明的嗎 因為這次價錢我們到了220幾萬 如果經商商折一點 可能200萬就可以買車 200萬你在雙幣的品牌進行中 只能賣比較小一點的車型 買不到Q5這個尺碼 所以看來這一次奧迪台灣是發狠的 就是你知道我一次聽了 你知道因為他們除了這個一般的入門款 還有一個叫Launch Edition Launch Edition就是輪圈加大 手發款 空力套件有 說個賽路線 但是也價十幾萬而已 很划算 所以Launch Edition 跟準備要賣一個長時機 現在是2023年4 我覺得這樣組合起來 其實會讓大家市場上 多一個新的金燈對手 就是以40來講 如果你還有一點預算考量 你就是買最入門的 可是Launch Edition 你會選的第一個21吋 它就是一個誘因的 但是如果你很務實 你會覺得21吋持有成本比較高 你買225啦 然後金燈商折一點啦 漂亮一點200 就可以成交這樣子 那這樣子怎麼辦啦 選擇障礙啦 因為以前就是想說 那你45跟50怎麼選 現在多了一個40 好像這個moment看 選40的這個首發款 好像還滿聰明的 主要我覺得都在價錢 因為以前的規格 就是剛出的時候 都是以300為主 我覺得奧迪台灣這一次 調整它的那個銷售價格 跟配備價格 還有引擎的出力的模式 是有一些前面的經驗 因為你過300不好競爭 過300其實你配備滿的 市場上的競爭還是很強烈 我們老實講 可以選的品牌很多啦 然後你滿配沒有用 就是說因為大家也都很強 那這一次來一個入門的PK 用225萬來做一個 你知道就是打架 所以我說這是打架款 打架 就是大家能夠在200萬左右的東西 可以看這樣子 那最後來評論一下好了 在大都會裡面有個叢林 讓你這樣跑 然後在現場這樣 還配上了露營的一些裝備 這些 這車就是過生活的嗎 這個是很炫的 那黑車 等一下你是不是入坑了 你剛剛一直在看這個 這是我的好朋友 他們做的一些系列 然後 這是水壺耶 卡壺耶 這是全黑 因為很多人喜歡黑車 然後搭配黑色的露營用品 全黑的露營用品 市場上很難找 這個品牌他們專門做全黑的露營用品 所以這叫風格露營 那風格奧迪配上風格露營 其實是滿大的啦 所以各位如果活動可以來現場看 那帳篷都黑色 所以是一路黑到底 然後人再曬黑一點 完全就match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大家要開車出去玩 又走一點風格態度的時候呢 剛好在Q5上面呢 有不錯的定價跟新的定位 對 那在組合上 你也可以選一些喜歡的露營用品 對 因為其實奧迪有慢慢的在走向年輕化 所以包括西北國王隊之前 他也跟Vogue有合作 如果要講到風格露營 其實現在比比皆是 像Vogue有白色野餐啊 不是黑就是白 那這是什麼 都是不同風格 我們講風格是什麼 這是什麼 文箱架 好嗎 他用一個攝影的那種底座 然後加一個灰馬 紋箱有灰馬 它做成一個紋箱架 這是什麼 胡椒罐嗎 胡椒罐 跟鹽瓜罐 Paper嘛 Salt嘛 好酷喔 所以這個就是風格露營 就是這樣 你選擇了一個有風格的車 然後再選擇一個風格露營用品 會非常的有趣 那在買的時候呢 你能有自己的style跟想法 對 所以整體而言呢 就是說奧迪總給人家一個 就是擁有生活品味的人的選擇 沒錯 所以我覺得堆疊這些 很豐富的生活用品 那邊還有一個特別的就是 那是一個油桶 那裡面是放酒 它是一個喝酒的裝備 它裝在一個油桶裡面 我覺得這個是很特別 其實我比較偏個人露營 我去露營 然後帶酒 還不夠雞花 我要漂亮的 你要帶一個風格酒桶 我覺得你們真的天怒人怨 太會過生活了 我要調整自己的腳步 跟你們看齊 就是一個人露營 其實滿自在 你們是合家露營 但是我覺得要推一個人露營 因為單身很多啊 對 單身怎麼露營 有一些風格露營品 陪著你去露營 我覺得是滿chill的事情 是 還不錯 今天就感受一個chill的午後 雖然外面還真的滿熱的 但是充滿了風格 希望大家找到 屬於你自己喜歡的 Landlife也好 或屬於你自己喜歡的風格 囉 的 既然是 不是 更有的是 你 衝動